总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女真组是世代繁衍生息于五国东北的古老部组之一 十一世纪中叶 女真之完颜部逐步强大起来 到完颜阿古大时期 已经发展的人丁兴旺兵强马壮 女真人原本臣服于辽 到辽朝末年 日趋腐朽的契丹统治者 加强了对女真诸步的掠夺和压迫 引起了女真人的极端不满 聊天作地 耶律言喜 常派使者以银牌天使为名 到女真人那里 索取海东青和美女 这些使者仗着大国威士 每到一处 除了向女真人敲诈彩物外 还逼他们献女半素 不问其是否嫁人 也不问是否是贵族人家的女眷 只要看中就索要 女真人更群情激愤 纷纷醉到阿古达麾下 酝酿起兵返辽 公元1114年9月 完颜阿古达领导女真人扯其返辽 金辽之战拉开帷幕 女真人常年在白山黑水间 走马涉猎 骑射接津 永汉善战 起兵后经由两万步骑 却多次以寡击众大败辽军 1115年 完颜阿古达接受从辽国来降的汉辱 杨朴之建议 称帝建国 国号大金 紧接着 徽兵一举攻克了辽国东北重镇 黄龙府 遂定多于此 在此期间 金兵履破辽军 辽东战士吃紧 告急文书分治他来 可辽天坐地 耶律言喜 智若网闻 天天忙着打猎 嬉戏呢 11月 耶律言喜得知黄龙府 被惊人攻克的消息后 惊恐万分 连忙下诏调兵前将 由自己率军御驾竞争 结果 辽国讨伐大军 未能击败金军 还被金军灵活激动的打法 弄得固此失彼 狼狈不堪 而且后院起火 留守中金的御营副都统 耶律张奴发动兵变 各地民众分歧响应 境内封烟四起 秩序大乱 天坐地只好率军回师品判 情杀耶律张奴 天请七年 天坐地 耶律言喜 命耶律纯为都元帅 却不给乙兵义组 让他自己去招兵买马 后凑成一群乌合之众 号称愿军 前去攻伐金军 结果可想而知 被彪悍的金军 走得溃不成军 天坐地在中金大定府 听到耶律纯远军大败亏输 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 吓得魂飞魄散 昼夜幽惧 偷偷命清醒 收拾金银细软 朱与真丸等财物 竟装满了五百余只包袱 还从军中调来两千余匹骏马备用 随时准备撒鸭子开溜 正当天坐地准备逃离中金府之时 金太祖完颜阿古达前使来议和 天坐地以为阿古达畏惧大辽 又开始得意洋洋起来 1118年8月 金使前来议和 条件是 辽朝策封金国为大金 金主完颜阿古达为大圣大明皇帝 辽称金为兄长 每年输赢捐断二十五万 割辽东长春之地给大金 耶律言习被金的气势给压住了 门口答应 他以为金疗一合后 就可以化干波为玉帛 高枕无忧了 从此以后 他干脆学鸵鸟 将脑袋埋在沙堆里 谁提女真之事 他就和谁急 动辄大动肝活 暴跳如泪 天坐地无谋无勇 频频身体健壮 精力旺盛 年过半百还每天骑马涉猎 乐此不疲 除此之外 就是和内裤都检典 刘燕良的婆娘 在后宫中鬼混 1120年4月 完颜阿古达 又清率两万金军公了了 五月一举功阔 辽上京 林皇府 将辽朝王者耶律氏的宗庙 悉数焚毁 将陵墓盗绝一空 数十万辽军精锐 几乎全部被灭 暴击性如雪片般 飞向中京大庭府 书命使萧凤仙 直到天坐地不想听惊人之时 就哄他说 金冰虽然倒入上京 大肆劫掠财物 但仍畏惧猎圣的威灵 不敢悔唤灵寝 我已安排有私派兵 前去护卫了 耶律言喜 也懒得再去喜酒了 之后 惊魂未定的天坐地 听信疏密使 兰陵郡王 萧凤仙的谗言 将大将耶律达格里 和驸马萧羽诛杀 另一位能争善战的将领 耶律于堵 在军中听说此事后 大感畏惧 又听说肖凤仙 诬陷自己 欲扶持太子 耶律敖鲁窝 取代天坐地 感到百口莫辩 索性率麾下一千将士 投奔金国去了 耶律言喜 昏昧不明 中间不变 十几元 本来可以为他卖命的勇将 或被他杀害 或被逼投向敌国了 耶律于堵投降金国后 将金的虚实 统统告诉阿古达 金已将耶律言喜的实际情况 弄得清清楚楚 耶律于堵还自告奋勇 愿为金军攻辽的先锋 耶律于堵发起反戈一击 引导金兵南下西境 金兵由此耳目 所向披靡 犹如风卷残云一般 横扫曾经不可一世的辽军 还把辽天坐地 追得四处逃命 1122年正月 金军以详将耶律于堵为前锋 一举功课 辽中金大定府 刚从中金逃到燕京的耶律言喜 得知中金沦陷的消息后 大为恐惧 虎得魂不附体 连忙命宰相张灵 李处温等人 协助都元帅 耶律纯 留守南京西京府 自己仓皇出城 携带系阮嫔妃妃 一道烟逃往西京大同府去了 天坐地前脚刚踏进西京 留守燕京的将领 萧查喇 就杀掉都元帅耶律纯 打开新京府城门 投降了金军 金军跟在天坐地的马蹄印后 紧追不舍 耶律言喜拼命狂奔 随身携带的金银财宝 甚至跑不动的小女儿 全都撇下不顾了 多亏他胯下是一匹 能日行三五百里的名马 他速度奇快 将追兵远远撇在后面 天坐地这才每被金冰追上请货 1122年5月 听说金军破镜西京 耶律言喜 不听忠军都统 耶律狄烈等人的苦劝 出城渡过黄河 准备逃往西夏 途中听说金人 已经答应夏主李乾顺 以辽的土地割给夏 让李乾顺将耶律言喜 捆送金国 吓得不敢再去 10月又渡河返回 1124年正月 天坐地再次向东 到了辽将耶律马戈军中 突遇金军偷袭 他立刻弃营往北逃窜 耶律马戈部被金冰团灭 他自己也被金人俘虏 逃往土中 耶律言喜实不果腹 只好用随身衣物 向沿途民众换吃的 好不容易才走到一个契丹人部落 乌骨迪列部 这才有了吃喝 暂时安定下来 这时 被金人俘虏的宗室 耶律大石从金银中逃了出来 辗转来到乌骨迪列部 还带来了七千人马 耶律大石的到来 仿佛给天坐地打了一支强心针 他以为这是天助中心 再次头脑发昏 狂妄地叫嚣 要出兵与金军决战 一举收复燕云师弟 天坐地 强逼耶律大石的兵马 和莫格斯 乌骨迪列部军 从甲山出发 南下五州 在大同西北方 与金军主力遭遇 金兵凶悍 二话不说 冲入辽镇大砍大杀 辽军大溃 死伤毕野 耶律言喜再次率先逃跑 仗着马快逃回甲山 跟着他溃逃的使兵们丢了个金光 将领们行之大势已去 也纷纷泣血投降金军 这时 北宋徽宗赵杰 派来一个西域藩僧 拿着他的亲笔遗书 找到惊魂未定的耶律言喜 说宋徽宗有意迎他到宋朝 走投无路的耶律言喜 文言大喜 立即答应前往 但他仔细一想 觉得宋朝和自己半斤八两 在金冰的灵力打击下 此生难保 就婉拒徽宗的好意 打消了去汴京避难的念头 就率残步逃到山音去了 逃到山音后 耶律言喜 发现追随自己的不明 不到四千户 不齐兵 仅万余 而他不想自己是在颠沛流离 苟延残喘的困境之中 末日将临 这位亡国之君依旧荒淫自重 无一丝一毫的收敛 他的嫔妃们早就被金冰掳走 成了金国贵族的晚物 他居然将突步旅步 豪求俄哥的妻子霸占 为封口 把俄哥封为街渡使 种种无耻行径 引起了追随者们的愤慨 有人暗中策划举兵反叛 诛杀昏军 被护卫军太保 消述者察觉 镇压 1125年正月 西夏党项酋长 小葫芦 派人请耶律言喜前往 愿意庇护他 言喜就接受邀请 跋涉大漠西行 途中突然遭遇一对金兵 仓皇间 言喜弃马而逃 途中 他换上护兵的装束 骑上护兵的战马 才得以逃脱 跟随他的仅有 护军太保 消述者 等十几名卫士了 历经千辛万苦 逃到天德军 遇到几户牧民 总算有了暂时的骑身之所 耶律言喜等人 做梦都没想到 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踪迹 给尾追不舍的金军 提供了线索 当年二月 当天坐地一行 逃到印州新城 以东约六十里出时 被寻踪而至的金军将领 完颜楼市请货 将他解送 经上京惠宁府 八月 金太宗 完颜吴奇买 将耶律言喜 降封为海滨王 并将他洗往白山 以东邮居 耶律言喜被囚禁了一年多就病死了 周年五十四岁 至此 立国长达二百一十九年的疗潮灭亡 除了耶律大使 在西域 中亚建立了西两外 契丹人在内地 已经明时俱网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